那你想娶她的动力是什么呀 就这女人听起来不可理喻啊 在你的嘴里 那你为什么还要娶她呢 她只是说沟通上 但其他生活上嘛 对我造物嘛还挺好 但是我不明白 就是提咬扭曲 就是你 谁扭曲 她 她咋扭曲 不能谈话呀 那你为什么要娶她呢 因为感觉 因为感觉 行行行放那吧 那你为什么要嫁呢 跟她走到现在时间很长了 我们认识已经八百多天 如果说要我轻易放手的话 我觉得我不会 我总是抱有一念希望 就是希望你能改一改 改啥 就是你能和我实话实说 你们就没想过说 为什么两年我们俩一直这么吵着就过来了呢 就这么说吧 就是一件小事 就是我给她递什么东西 我递错了 你好好说话行吗 她不会说是正常那种 就是她会带点那种气 不是精神病吗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 你们俩为什么还要再往前走 女生说了我舍不得 谈了两年 这多长啊 您为什么呢 我也没搞清楚 就是感觉嘛 啥感觉 我喜欢就是跟我一类 就成长过程吧 就是像我这种 像单亲嘛 是吧 就是见着说 你别老打 拿那个原生态家庭说事 跟你没什么关系 是跟我没关系 但是你这么说吧 你给我描绘一下 你心目当中 你理想的老婆什么样 理想的就是温柔 你温柔吗 我最开始和她恋爱的时候很温柔 哪有说最开始的时候 最开始都是装的 我不是 谁谈恋爱一开始不装啊 我就问你温柔吗 我觉得我除了对她 我对别人都很温柔 对对对 那你适合做别人的老婆 来温柔啊 第二 贤惠 你贤惠吗 我贤惠 我会做饭 我会在掌握 还可以 还有呢 就是轻易不要发火那种 你经常发火吧 我不经常发火 只有在你不说实话的时候 我才会发火 那就是你经常不说实话 是吧 好 还有吗 没有 来说你理想当中的老公 什么样 我觉得有责任 有担当 她有吗 没有 第二呢 诚实受信 这显然她更没有了 第三呢 大方一点吧 不要太小气 她呢 她从前有 啊 现在因为她 没有收入了 不赚钱了 可能她就没有办法 对我大方 所以问完这个之后 我发现得出一个结论 在你们俩认识三天的时候 认识三个星期 认识三个月的时候 你们俩要结婚 就真对上了 但认识两年以后 没一条能对上 是吧 我已经看老师们 已经开始讨论了 其实他们这些还挺典型的 代表现在 一部分这个年轻人 谈恋爱的一种趋势 一开始的时候 都特别好 处着处着怎么发现 就那么多问题啊 对 然后发现问题之后 特别执念的在想 不能分 其实我明白 大家那个心思 我们有一场爱情不容易 哪能说分就分呢 但是在一起 又那么别扭 又那么难受 是爱情变了 还是我变了 是我变了 还是对方变了呢 他变了 你看都这么说 他一定会指着你说 他变了是他变了吧 到底谁变了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刚刚说到变 其实我不认为这是变 是通过我们 接触一段时间以后 人本来的样子 就展现出来了 恰恰是这个状态 你们重拾审认一下自己 到底合不合适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标准 两年的感情轨迹 我来梳理一下 从南方一个小细节 在和你到第一年的时候 居然连家庭地址 住在哪都不敢告诉你 你害怕什么 就是感觉吧 没到那步 没到那步 没到那一步 你觉得万一就哪天 他知道我家庭地址了 然后纠缠我 在恋爱当中 你没有全情的投入 你在瞻前顾后 那对一个女生而言的话 你想一想 都谈一年了 连住在哪你都要去做保密工作 他安全感没有了 他就变得比较敏感 于是就尝试从你身上 去挖掘一些所谓的撒谎和不诚实 所以你们的沟通 这种模式出了问题 不是事出了问题 而是模式出了问题 所以现在都两年了 你能不能重新调整自己 如果你觉得你想娶她 就拿出百分之一百的全心去对她 然后重新安抚她 让这个女孩内心的缺失安全感 能降下来 她才可能慢慢的脾气变温柔一点 然后女方呢 这个时候呢 你也适当调整一下你的情绪 这样的话呢 她可能才会发生内心的 就跟你去交流 好不好 谢谢余老师 教育孩子一定要讲究方法 十二岁到十八岁的孩子 给她看这十本书 她会越来越棒 她会放下手机 不再拖延 不再叛逆 结果超出你的想象 第一本 你不努力 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第二本 将来的你 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的自己 第三本 余生很贵 请勿浪费 第四本 别在吃苦的年纪 选择安逸 第五本 你的努力 终将成就更好的自己 第六本 别在该动脑子的时候 动感情 第七本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第八本 再见了吧 拖延症 第九本 别让生活耗尽你的美好 给孩子一个机会吧 你的礼物 让孩子成就一个更好的自己 对 选择 第二本 第一本 对